欢迎收看大话稀有节目 天气一冷 许多人都想到温暖的南方度假 在广东就有个著名的滨海城市 碧海淫滩绝美浪漫 被誉为东方夏威夷 这个美丽的地方叫做阳江 位于广东西南沿海 是珠三角的直接腹地 1987年一艘南宋古乘船南海一号 在阳江海域被发现 历时20年打捞上岸 成为世界第一个把水下考古现场 直接搬到眼前的博物馆 游客可以近距离观看船只的考古作业 以及徒手挖出的珍贵瓷器 全大陆能这样亲眼参观的考古现场 除了西安兵马俑 另一座就是阳江南海一号博物馆 十分难得 沉睡了八百多年 传说中的宋代沉船南海一号 历时20年打捞上岸 庞大的考古工作仍在进行 一切过程都能近距离观赏 让人震撼不已 位于海领导的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 是亚洲唯一的大型水下考古博物馆 1987年被发现的南海一号 就位在馆内正中央 长30公尺 宽9公尺 属南宋时期的远洋贸易商船 整个考古现场又称水晶宫 放当时海底环境打造 游客们可以从各种角度 看专家如何轻淤考古 过程中还不时飘出一股油污味 临肠感十足 里面的味道里面的空气 跟我们外面不同的 有点美味 所以看了很多人都带着这个 我刚才从那个玻璃缝 那个工作人员进出的一个小小缝 慢慢的温到有一种不同的味道 这条船到现在已经差不多一千年了 我们的祖先一千年了 就能制造这个船 还有里面装的那些磁具 那些都是很贵重的东西 牧船挖出石 满载着货物 出土文物至今已超过16万件 当中磁器就高达一万三千多件 包括景德镇著名的清白柚 除了中国风土岸外 还出现特殊的喇叭口直壶 浓郁的中东风情 极可能是销往阿拉伯地区的商品 船上更发现不少地步客制的 莫输陶瓷 专家推测应该为使用者姓名 或订购者代号 显示当时船上的货物管理 已十分发达 除了瓷器外 更有上千件金银铜器 充满西域风格的黄金饰品 相当于古代支票的金叶子 还有多达两万五千枚铜币 都能一窥当时社会风情 及南宋特有商贸文化 也让参观民众大呼过瘾 样式好像都是国外选购的样式 这边烧制 首先这个船是整体打捞上来 这个就很不容易了 这个非常不容易 然后历史悠久 而且这个船船能保存这么好 确实是不错 由于被发现时 船身覆盖近两公尺的淤泥 隔绝了外界空气 货物才得以保存 但确定南海一号为尖底浮船 为古代中型船规格 只是随时间腐蚀 考古难度也持续增加 预估整个挖掘工作 还得持续二十年以上 它是完全靠运力冲起来的 但是我们后续的发掘 会往下去升 一往下的话 这个运力就会越来越少 它对这个船船支撑 作用会越来越小 这时候我们就需要考虑到 这个船体本身的一个结构强度 一箱箱宝藏 就在这十里营滩上 解开八百年的沉船之谜 见证着海上丝绸之路的繁华 而且还是现在进行事 有海滨风光 扬江海拥有大陆最南端的卡斯特地形 特殊的石灰岩峰林和溶洞 交织出魔幻世界 有宏伟壮阔的灵霄岩 还有跟庙宇结合的空洞岩 自然人文融为一体 让人不得不赞叹 大自然的龟斧神功 五彩斑斓 姿态万千 临巡的钟乳石 焦居成光怪陆离的奇幻世界 有南国第一洞府之称的灵霄岩 是大陆最南端的卡斯特地貌 溶洞高一百二十公尺 上下分三层 入口处就是宽敞的灵霄大厅 潺潺流水穿檐而过 原有望去十分震撼 往上爬 越过百步云梯 便会进入宏伟壮观的灵霄宝殿 十九条晴天巨柱 直撑岩顶 气派的宫殿楼宇浑然天成 很难想象这是大自然的结晶 大至石柱 小至一朵朵石灵芝 都如此仙气逼人 像灵芝的呢 它就是洞顶的沿用水 滴到石柱上 水飞溅开来 碳潺盖随着水溅的范围 会逐渐沉淀 经历几十万年 乃至百万年的积累 它会结晶成 选这些石灵芝片 传说呢就是一皇大帝办公的地方 所以叫做灵霄宝殿 漫步在神仙的殿堂 什么都有 什么都不奇怪 像是著名的水中映月 黑漆漆的溶洞里 怎么会有到明月映在水中呢 原来是光影投射的巧合 看起来也有一番情调 而这道一线天 更是一盏名符其实的日光灯呢 它一线天是一条光线 它一条名符其实的日光灯 是白天才能看到 它很像一条金箍棒 它像一条金箍棒 传说是孙悟空在大闹天空时 用它的金箍棒打出来的 大五花的脸 好漂亮啊 好漂亮啊 溶洞内还有条六百公尺长的地下暗河 荡着青州看着石林起伏 不时冒出的动物充满惊喜 这个还有一个蛤蟆 你看一个蛤蟆 它说蛤蟆想去天蚝佑 你看这天蚝在这里呢 一路上弯弯曲曲 听着水声叮叮咚咚 一紧一雾 那是时间的痕迹 石柱生长的阻音 地水明珠呢 它就是我们溶动最小最年轻的一颗 核石笋 它也是还会继续慢慢地长大 那因为呢 它是一滴水滴下来形成的 长得非常慢 它一百年只长一公分的 同样是卡斯特地形 这座空洞岩则动了股浓浓的人文气息 据说最早是一只猫走进这里 两天两夜后钻了出来 外人才发现原来此处有这么大的溶洞 明代起开始出现妙语 随着时间演变 神明越来越多 形成现在佛道如三教共存的特殊景观 山下有盐 盐中有寺 庄严祥和之气 悠然而生 道教的就有义皇 文昌 佛教的是观音 伟陀 我们空洞岩里面这些岩石 磨牙石刻 比较有那些历史价值 你用心去看 它都有一种看起来很像某一种动物 这样子的 比如狮子岩 瀑布前 不出石洞 还能保揽校风山美景 看山道曲折 风乱叠障 大自然的鬼斧神功 令人赞叹 洋江鼠雅热带气候 加上海洋调节 一年四季温暖 日照时间很长 雨量充沛 这样的条件利于发酵酿制 也让豆豉成为著名的洋江三宝之一 当地采用天然发酵工艺 豆豉入口极化 香气浓郁 如同一颗颗黑金 许多洋江人更开玩笑说 他们是吃豆豉长大的 色泽乌黑 散发着浓郁鲜香 无论蒸鱼 蒸排骨 还是拌面拌饭 洋江人的餐桌上一定会出现豆豉 小小一颗 却具有和百味的包容性 能化平淡为神奇 让无滋而有味 是羊江人的黑金 庶民版的鱼子匠 而它的起源正是来自穷苦人家的 一场意外 原来有一年人的大汉 闹起房的时候 有一个妇女 就到外面去讨饭 饭没讨回来 给了一勺黑豆给她 她回到家里舍不得吃 后来过了三十天了 很香了 她拿出来一看 原来她拿回那个豆 原来是发酵了 这个味道这么好 这么好吃 她是豆豉 新豆的吧 然后又把这个名称了豆豉 身为羊江三宝之一 豆豉的制作记忆已传承了三百多年 走进豆豉场中 每一口呼吸都充满着迷人香气 选用本地特产黑豆 以粗盐跟水天然发酵而成 看似简单 但一个个逃城中 却藏着省级非夷的美味秘诀 因为我们从猪刀起 其实严格起来要十六道工资的 但是我们从一个选豆 一个是浸泡 一个是珍珠 然后就到自习房自习 自习完之后 然后就拾起 然后就到半年 半年完之后到这里发酵 羊江气候温暖 日照充足 得天独厚的环境 成了豆豉的最佳温床 发酵完后还得经过曝晒 吸收了日月精华 前后得历经四十多天 才能造就出完美口感 它的贴旗主要是皮比较薄 肉比较厚 而且甜度比较好 做出来的豆豉比较松化 你胃口不好 你拿我们的豆豉吃一口 马上就要想吃的感觉了 第二 营养成分好 因为它胺基酸蛋白质比较高 除了豆豉 羊江人的家乡味 还有这一道猪肠鹿 因外观貌似猪肠得名 实际上内馅只有简单的豆芽和肉汁 裹上粉皮 吃起来咸中带香 十分美味 这道夜贴也类似台湾的糙蛙粿 咸甜兼具 简单却百吃不腻 平凡食材 造就不凡口感 羊江人对吃的讲究 就像豆豉般包容 却总能画龙点睛 品尝完美食 再带您看另一道人文风景 羊江是大陆著名的风筝之乡 北有为方 南有羊江 是南派风筝代表 至今已有1400年的历史 由其特殊的龙头蜈蚣和灵之风筝 飞在天上时能摇头摆尾 栩栩如生 高难度的制作及放飞技巧 被外界誉为绝技 每逢久久重阳 羊江的天空 就会像嘉年华般热闹非凡 一年一度的羊江风筝节 是大陆南派风筝代表 五花八门的造型 从脚踏车到各式动物 行神接备 栩栩如生 高筹技巧让人大开眼界 我们这边的气候是比较偏东南风的 所以基本上大家都会选择在秋天放风筝 因为重阳灯高嘛 以前就是大家都带着一架风筝去灯高 到山上去把风筝放了 然后就是寓意着那些晦气可以去掉 就是寓意着下一年会更加好 看到头了 看到头了 其中最吸睛的当属这种龙头蜈蚣 采访身学原理 按摆族类动物的外观身躯 来设计制作 不仅能达数十公尺长 放到高空时 能像龙一样摇头摆尾 甚至还能表演各种特技 堪称一绝 被大陆风筝界誉为羊江活龙 但它的制作工艺可不简单 五十六岁的梁玉泉 是羊江风筝的非遗传承人 九岁就跟着父亲学习 从骨架到表壶 通通手工制作 光龙头的扎致 就是个大工程 我一个风筝 都要用上火去挽 像这个龙头 它也是要挽出来 然后就用这个线绑扎这样的 可以摆动 那是串线的问题 那三条线的问题 这就可以摆了 上面有三根线 那个长度不一样长的 那个很这样 这个都要靠近一点 这个静样 另一个能代表羊江的 还有造型独特的林芝风筝 以许仙采林芝救人的典故为灵感 又起死回生 平安吉祥的寓意 风筝材质以蚕丝为主 既坚固又能均匀上色 飞上天后还会发出声响 曾被评为世界风筝 实觉之一 它上面是一个灵脚柚 因为它放的时候 那两个灵脚柚是一个受风点来的 所以基本上它是会弯的 它是板子类的风筝 但是不带任何的尾巴还有球 就能飞到天 加上它顶上面有一条弓 到天上是会发出嗡嗡的一个响声的 有很多地方把它称为入云 它是可以放到最高的 就基本上可以进到云里面去的 就只听到声音 就你看不到风筝 阳江背山面海 旷野辽阔 到处都是天然的放飞场 对当地人来说 风筝是学习也是成长 如何在天上翱翔 如何在手中收放 那时代代相传的文化符号 深刻而美好 阳江有三宝 还有小刀跟七器 走进阳江市区 一眼望去 到处是琳琅满目的刀具 阳江小刀可以追说到清朝时期 当地有许多打铁铺 以制作刀器文明 后来越做越大 成了大陆出口刀具的第一名 阳江小刀到底有多厉害 一起去看看 刀是阳江代名词之一 来阳江满街的刀具行 无论小刀菜刀还是剪刀 一把把锋利耐用时尚美观 事实上早在清代 当时的古阳江城 就有条打铁像以刀具文明 阳江志还曾记载着 铜器小刀花简俱佳 破航远近 后来随着国营刀场没落 明年刀具因而兴起 成了阳江三宝之一 新中国成立之后 我们就有了阳江的国营小刀场 还有很多的不同的国营的 做刀一个行业出来了 那么这边有一大方的 这个做刀专业的人才 国营使用解散 解散了那么这一般的人才 都自己做起刀 包括你的厨师刀 或者家庭用刀 或者这个屠宰刀 它都要人在做 包括这个美工刀都要 所以阳江这个 非常大一个产业链 它各种的刀具 它都要来做 来到当地老字号的 阳江十八子 每一把刀都是由师傅 手工磨制出来 即便现代化作业 但还是得仰赖师傅们的老经验 做好的刀具 还得一一经过测试 这个力度都要人 我拍的哪戏 这个力度都要人 从强度 硬度 到锋利度 百年传承的制刀工艺 可不马虎 它菜刀的讲究的东西很多 有可能就是你稍微一些不留意 它就拿把这把刀 在某些过程中可能就会撒扫 就是过热了 就把刀把里面的 钢材的一些信仰就毁掉了 所以我们尽可能还是某些工艺 还保留着我们最传统的手工来做 精致的锻造工艺 还得符合大江南北的差异 比如北方天朗 刀柄以木头为主 南方以不锈钢居多 东方人的用刀习性 也跟西方大不同 中国人用的菜刀 它炖了之后 它不会把这把刀扬掉 它要磨鞋 磨鞋把它磨锋利再用 但是国外的可能炖了之后 他们就会拿着磨刀 放来磨一下 就不用了 可能就换一把 但是我们中国人的消费传统来说 南用就用 北方的菜刀 一般切片刀就比较宽大一点 那我们南方的会轻小一点点 不产钢铁 却是著名的刀剪之都 出口刀具 更占了全大陆八成以上 中国第一刀的名号 当之无愧 杨江的最后一宝 还有漆器 精致典雅之外 它最特别之处是防潮耐用 据说杨江漆器用具能千年不坏 连外国人都嘖嘖称奇 还曾在报纸上写文章 大力赞扬 让杨江漆器声名远播 热销海外 色彩艳丽 精致典雅 大名鼎鼎的杨江漆器 始于名末清初 最早以漆皮枕 及漆皮箱为主 用山木为骨架 内外再粘上一层牛皮 经过加固运瓶 上漆晾干 可以防潮耐服千年不坏 曾一度被外国人视为珍宝 红到海外呢 这是一个外国人 在我们沿江买了一个漆皮箱 然后装着很着手势 然后不小心掉到海边里了 因为这个漆皮箱它比较防潮防水耐磨 他看到它那个漆皮箱飘上来了 看到然后打开来 它的那个漆皮箱依然还是那么新 然后里面的东西都没有泡水 随着时代演变 漆器也渐渐成了工艺品 一幅幅杨漆化 艰巨岭南风情又前卫创新 原料除了漆 还加入蛋壳 金箔等多种素材 透过描绘香迁 造就出独特质感 但对老一辈的杨江人而言 漆器仍是生活的一部分 甚至被视为贵重的嫁妆 里面不是放棉花的 里面放的都是油根叶 一种叶子来的 然后就包那个皮 然后就涂上那个大尺 以前我的爷爷奶奶 那个年代他们结婚 一般都是用这些漆皮枕 还有这个漆皮箱 这些家里都要见过 那你有躺过吗 漆皮枕 躺过 那个感觉是怎么样 比较清凉 跟一般枕头比起来 不一样 因为他对着这个颈椎的比较好 使生活更是艺术 一个个漆器 承载着杨江人的记忆与风俗 三百多年来 历久不衰 从自然到人文 从漆器到风筝 每一项文化符号 都承载着民众美好而平凡的愿望 我们节目下次见 明镜需要您的频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